美国国务院目前正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涉嫌向伊朗出口弹道零组件的中国商人李方伟 并且还没收了李方伟将近700万美元的资金 评论人士指出中共以及太子党们一直在向伊朗和中东出售军火 美国这次通缉李方伟是在向中共提出警告 美国政府4月29号表示 中国商人李方伟涉嫌违反制裁法规将对他进行起诉 并悬赏500万美元据拿 美国还将针对8家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因为这些公司涉嫌为伊朗政府采购导弹部件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 李方伟被指控的罪名 包括试图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购买原料 这些原料可能被伊朗用于制造或输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与此同时李方伟被控成立多家空壳公司 用以掩盖他通过美国金融机构从事商业活动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商务部与司法部 共同悬赏500万美元 希望有人能提供线索帮助逮捕李方伟 或者协助证明他犯有罪行 美国商务部也将他列入了国家安全名单之列 此外 美国联邦检察官 没收了和李方伟有关的690万美元资金 李方伟是大连中创冶金矿产公司负责人 2009年 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曾指控 李方伟向伊朗出售违禁材料 美国财政部已禁止他 以及他旗下的公司LIMMT 在未或许可或无授权的情况下 在美国开展业务 美国宾州约克学院学者周泽昊表示 美国国务院悬赏500万来捉拿一个中国商人 这个情况很罕见 因为双方有国际刑事协定 有外交关系 有法律协议 有过去合作的一些惯例 为什么要通过悬赏的方法 他认为 美国政府有可能是通过这个动作 释放一个外交信息 美国跟伊朗政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谈判 限制伊朗的核武规模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指出 中共很多太子党长期以来 在跟伊朗和中东做军火交易 但是他们全部不会承认 这些军火商包括中共元老王震的儿子王军 武凡表示 只有太子党才能掌握这个特权 中共一定会包庇他们 他相信 李方伟是某位太子党手下的马仔 那么为什么美国不拿中共太子党大佬们开刀 却单单针对李方伟呢 武凡认为 这牵扯到中美高层的利益 武凡说 美国政府高调悬赏捉拿李方伟 就是在警告中共停止对伊朗输送军火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4月30号就此事回应说 中方坚决反对美援引国内法 对中国企业 个人实施单边制裁 美方应通过与中方开展 防扩散执法合作予以解决 去年2月 美国政府决定对违反 防止武器扩散机制的公司法人 和个人实施制裁 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和个人 除了李方伟和他的公司外 还有BST技术和贸易公司 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 LIMMT 保力科技有限公司等